各位论坛的朋友,大家好 首先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 过去企业存在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 但是从许多的案例里我们可以发现 这样子单一的目标也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外部效应 不管是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在矿业法或者在空气污染防治法 的修订过程里 我们都可以看到社会多元价值和企业的单一目标 双方各职一词难以对话的情况 不过在此同时 我们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B型企业 以及其他以各种组织形态存在的社会企业 将明确的社会使命纳入章程 这样子成为日常运作的一部分之后 也可以把企业经营的视角再往上拉高一个层次 这样子的精神和创举值得敬佩 到目前为止 台湾已经有20一家的B型企业 最近刚加入的是从事公平贸易的 简果子以及王道银行 在此我想恭喜他们成为B型企业 相信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伙伴 也加入B型企业的大家庭 特别是王道银行 这是全球第一家获得B型企业认证的上市银行 令人刮目相看 我想在社会创新的路上 不同的团队虽然有不同的做法 但彼此不是竞争的关系 而是在实现社会共好的共同认知上 一起前进 这就像是一把大伞 每个团队往四面八方发展 但是也能够透过像今天这样的活动 彼此连接互相学习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顺利 大家满载而归 不只是Best for Taipei 更是Best for Taiwan Best for the World 谢谢大家